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十一章提到 有什么时候有可能 你没有得着这丰盛的生命的其中一个原因 我们来看四十八节 如果这样有着他 人人都要信他 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图 和我们的百姓 好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 看到主耶稣所做的事情 好 第十四十七节讲到 这人行好些神迹 我们怎么办呢 我觉得当他看到神迹 当他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 当他看到更多人得到祝福的时候 他不是起来赞美 不是起来感恩 他想到他自己 他觉得他怎么办 他们的国度 他们的地图 他们的百姓 可能被夺了 怎么办 我觉得在教会里面 你要留意 很多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因为嫉妒 我们有没有因为嫉妒 我们有没有因为骄傲 所以以至于神的丰富 没有办法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只抓着我们现在仅有的东西 甚至于我们不让大家来得到这个丰富 我们有一个均贫的思想 我觉得求主帮助我们 借着今天的这个经文来帮助我们 主 真的我要相信 当更多人得到你的时候 我是喜乐的 当更多教会 别的教会 他们得到祝福的时候 我也是喜乐的 因为我看到神的国度的扩展 神的国度的扩展 所以前阵子 立位去帮助一个教会 那个牧师告诉我 说我们没有钱 好 我们没有办法给你什么 我说没有关系 我就是一个感动 愿意免费 而且乐意去帮助你们 对我的教会并没有任何的帮助 可是对神的国 对神的家是帮助的 是得到祝福的 六月我们也带了教会一批人 去得胜者担任志工 对教会可能没有什么帮助 可是我想到 神的家 神的家 所以在你的里面 你有没有国度的概念 你有没有神的家的概念 还是你把国度也变成你的家 你把国度也成为你的事工 你是祝福众教会 还是持你的国扩大呢 我觉得求主帮助我们 这真的很难一语道破 可是重点是你的心 其实你最知道你的心 你安静下来 你就知道你在想什么 所以当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看不惯别人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其实是我的心变了 当我看不惯别人的一些作为 一些做法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的心变了 所以奉主的名祝福你 这个季节 你真的常常留意你的心 不让这一些 影响了你得着丰富的生命 反过来 你的心要在主耶稣的手中 主要让你常常经历 祂的神迹奇事 常常送在祂的奇妙的作为 常常来感谢赞美主 奉主的名 Amen